中国现今的社会呢 是一个被割裂了无数遍的一个社会 我们经常看到各种势力的人群 在互相对立 在冲撞 那么这个对立呢 从大清灭亡以后 发生了无数遍 目前的社会现象 其实是这一百年来累积下来 没有了皇帝以后 各种思潮都在泛滥 刚开始享受了一段和平的时光 革命党人 没有实力掌握全国的政权 那么 大清的权力落到了袁世凯的手上 他试图尝试一下 汉人能不能做一次皇帝 失败了以后 就演变为军阀混战 说白了还是靠枪 那么经过几十年的战乱 到1949年的时候 中共获取了政权 他们并没有按照 原先的承诺 去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他们也没有带领中国人 走向更加的繁荣和安定 因为他们采取的策略 是很少有一个新朝这样去做的 他们不仅推翻了原先的制阶层 而且把具体的办事员也给免了 靠在延安上两天抗大的 这帮政工人员 接管了整个国家的权力 为了掩饰 他们执政能力的缺失 他们又打击了知识节 利用公私合营 吞并了工商业 把民族企业家 全给了兼并 扩大了国营的基数 他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公权力 尽可能扩大 政府的获益者 那么你所有的民众都在 国营的启示业单位 兴致上 他就掌握了全国经济 掌握了人民的潜在 你就算心里有什么埋怨 你也不能说 因为你要是抱怨政府 你就会失去这份工作 不谈什么养家糊口 你连生存都会出现问题 那么紧接着 他们又收回了土地 很多农民 辛辛苦苦地当兵 最后呢 获得政权以后 土改的所有成果 都被政府拿去了 紧接着呢 这个政权 他又摧毁了中族的管理 打掉了士绅 在县以下 最基层的 宗族这种统治 而且更可怕的是 因为中共 需要保持一致的声音 他们甚至打掉了 长久以来 存在于中国社会的 士大夫这个阶层 所有的读书人 都被他们扫入了 历史的垃圾堆 有文化 刘过阳 有一些自己的思想 就成了异类 中国历史上 只有元朝 曾经采取过 类似的方式 把读书人 踩在脚底 这个社会呢 呈现出 清竹 血缘 思想 各个层面 原先的 有联系的 都被割裂了 发展到最后 大义灭清 为了维护 所谓的国家稳定 出卖自己的亲族 出卖自己的尊长 甚至 检举自己的身边人 都成了一种潮流 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冷卧 都是这样 一步一步演化过来的 现今中国社会呢 这十几亿人 主要被分裂成两个派别 一个是既得利益阶层 这个阶层大概在两亿到三亿之间 通常都是由党员 公务员 以及 通过权力寻租 获得了一定的财产 一定的社会地位 这帮人 他们加上自己的敬亲属 形成了 我们这个星球上 最大的实力阶层 我们知道党员也好 公务员也好 他们本质上 都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者 绝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看不到一个公务员 去为你创造社会财富 那么分钱的时候 他来了 他不仅自己要吃得好 吃得饱 穿得暖 他还要安排自己的子女 安排自己的敬亲属 甚至私下的小情人 他要让他们尽可能的 获得他权力的衍生 或者说去做一些白色套 对他们的子女 对他们的敬亲属 他们通常的安置 都是在国外 与他们实现 钱权交换的 这些商人 打破了整个社会 经济活动中 公平竞争的 这么一个秩序 完全就是靠权力 依附权力 来获得畸形的社会财富 在这种环境下 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它会造成心理上的隔离 甚至在这个执政党之中 因为各种思潮的对立 所导致的社会现象 也会造成社会的再次革命 比方说我们知道的1989年 孙下之交的六四五年 它对社会的割裂 尤其是在政治上 思想上 这是一个跳不过去的一个卡 很多人都在说 这个社会呢 已经变得很冷漠了 而且人心的这个 涣散道德的缺失 即便未来 国家出现变口 进入了民主状态 那么道德底下 人情冷漠的问题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来消化它 其实我觉得这个担心呢 是多余的 因为我们知道 割裂这个社会的 是人们思想上的问题 四十年代 在国际大环境的驱动下 中国人 站在了共产党这一边 试图改变这个国家 当时民意确实希望 能够有一个新政权 不像前一个党国那样 压制 前置人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 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 它是有独裁之心 却没有实施独裁的能力 说白了 国民党的统治 即便是学习了 参照了苏联 他也没有能力 完全的 一杆的捅到底的 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管理 国民党自从成立 一直到北伐 到名义上的 统一全中国 就是张学良的东北意志以后 一直到退走台湾 国民党都没有在全国形成 完全的 实施自己的统治意识 多半还是要靠 地方的行政官员 去买账 地方的军阀 是给他面的 那么共产党就不一样了 他们上台以后呢 他们搞的完全就是一眼淘 不管他们内部出现了任何问题 他们对整个中国的统治 是没有任何分歧的 你不管他内部有三条路线 四条路线 几条路线的斗争 他最终 都是紧紧的抓走了枪来不放 他非常有效的 通过手中的枪 通过手中的笔 甚至通过他们制定的法律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他们掌握了整个社会 全社会经济明白 他们从来就没有预想过 他们会下台 他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过 自己会实行议会政治 领主政治 在他们上台之前 他们承诺了很多东西 包括军队国家化 等他们上台以后 实行了独裁 他们就忘了这一切 整个社会的隔离 它其实都是源于这个地区 社会上有很多知名人士 知识分子 各界的代表 当年都参加了第一届民主协商会议 当时也像模像样 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甚至中共成立的时候 副主席中间还有一位叫李继生的 他是1927年 清党封共的时候 他是一个镇压共产党手上 有血债的这么一个军长 我们刚开始看到 站在历史舞台上 是一个端端正正 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黄延培先生曾经还跟毛泽东谈了 毛泽东非常骄傲地跟他说 改变中国 我们找到了一个周期律 他非常希望这个政权 能够无限期的执政 这一点 一直到现在 中共 他是没有变了 这个指导思想 它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权力的来源 是什么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中共的执政 他来源于四十年代 全民对他的信任 可以说呢 当年 天下无人不通共 无论是社会的各个阶层 还是国军 政府高级官员 以及他们的子女 都在或多或少的 帮助了中国 获取了政治 中共上台以后 中国社会 出现了很大的分裂 从社会地位上 从经济生活上 以及人们的观念上 确实有过一段时间的 混沌期 但是很快 中共就关闭了国门 无论是大药经期间 反右期间 文革期间 即便在经济崩溃的状态下 他们把无法分配工作的 知识青年 下放到农村去 把城市的剩余劳动力 疏散到农村 他们也没有想到 集思广义的 让民众提出更好的意见 中共一旦上台 他们做的很多措施 其实是违背了原先的承诺 中国整个社会的割裂 它就是由此而来 因为社会的各个阶层 心中都有不满 他们又不太敢说 所以呢 就憋在心里 反映在现实生活中 说白了 这就是中国人经常说的两个字 叫什么呢 叫迁路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极端的例子 有一些失忆的人 抓把刀 去砍路 去砍行人 去砍孩子 他们是跟这个社会有仇吗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敌对方是谁吗 他们知道 但是他们做不到 一心求死的人 他最终又回归到中国的老传统 叫什么呢 叫我砍死一个构本 砍死两个拽 我们看到的很多恶性的社会现象 都是由此而来 还有一些人选择了跳楼 选择了投水 选择了一家人共赴国权 他们都已经选择自觉于这个社会 为什么他们不敢勇敢地拿起武器来 对抗这个情形 归根到底 还是一句话 切入 我们知道很多人一直在叫嚣 让中国人要勇敢起来 其实真正勇敢的人有很多 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勇敢的 只是大家不知道 整个社会呢 不太了解他们 比如说 取消农业税 它的前提 是有一个县 开始出问题 因为强征这个 农业税 当地的农民 围攻了乡政府 杀伤了执政的这些乡 基层的官员 在现代社会商品经济这么发达的情况下 商业领域内 工业领域内 收到的税 都远远超过了农业税 取消农业税的当年 预计的农业税也就两千多万 两千多亿国 一年三公 仅仅是吃喝的开销 估计全国就在三千个亿以上 所以中共呢 是两害商权取其心 取消农业税这个问题 它是整个社会 进入现代国家以后 从农业国往工业国转移的 这个过程中 必然的一个途径 大多数相对发达一些的国家 不仅取消了农业税 而且对农业都有大量的这种反补 为什么呢 无良不稳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中国现象 不管它哪一个团体发出的声音 其实你静下心来 看一看 它都是有一个问题在背后 割裂的社会 割裂的人心 它是通过一步一步 一个一个事件 累积起来 这个问题不解决 这个制度 不进行大的变化 根本就解决不了限度 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这是不解决问题 现在社会上有各种思潮 有些人哀叹 整个社会 其实呢 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 有一个合理的监管 整个社会的问题 它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风气一阵 不必担心 中国会出现长久的 道德轮上的问题 因为它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监管 目前中国执政的这个政权 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 根源就在他们自己身上 因为他们是实力团体 他们是中国社会现实中的人上人 所以法律 对他们不起作 无论什么样的绿条 他们都可以绕开 最起码它可以侵犯 甚至它还可以颠倒黑白 所以整个社会 就在造狂的这种气氛中 绝大多数人心里憋屈 他没有好的榜样可以学习 他只知道一点 要想混得好 你就得入党 你就得靠拢政府 凭你自己的能力 你是个龙 你给我盘着 是个虎 你给我爬着 在中国你要想实现 所谓的中国梦 要不你就依附于政府 再不然 你就睡觉前 垫高一个枕头 整个社会 它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割裂的社会 被割裂了无数遍的人群 正义 勇敢 道德 都不管它 根治它唯一的办法 就是结束这个体制 无论是用中国道德标准 还是用西方的土石价值 没有一个选项 不比现在的社会好 想解决它 想解决这个问题 只能靠我们大家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会来救赎我 改变中国 只能靠我们自己 或者说 什么事情 这 Same thing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AOA 是